來到CFA指揮室的節目時間 直播室裏面有朱子超 亦有我們的合作單位 就是香港特許金融分析師學會 CFA Society Hong Kong的 傳媒委員會副會長 就是魏智誠YS YS 你好 Hello 朱子 你好 多謝你邀請 這一年的CFA指揮室 都涵蓋了很多不同的範圍 未來幾集 都會講回大灣區 GBA必然要講 非常之熱 包括你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央政策 灣區如何去做好 很多這些新聞 但從我們指揮室 我知道你今天也帶來了幾位嘉賓 你再介紹一下 今天的嘉賓很多 應該是一個挺精彩的一集 我們邀請到Gobby Partners 有兩位朋友 分別是高級合規總監 鄭平Miranda 以及他們的執行董事 李冠樂先生 Fred 然後我們還有邀請到 有光科技 聯合始創人 以及首席執行官 Dr.Miles 溫豪夫博士 Miles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來到CVS1 亦都一起展開我們的話題 企業要走去大灣區 先從一個投資人 國碧大灣區出發 先問Miranda 因為看到現在很多不同項目 你們都有很多機會去投入 Miranda 我想問問你 國碧大灣區 當初如何開始你們在香港初創投資的業務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國碧大灣區是2016年成立的 如果深水清的朋友可能都會知道 大灣區這個概念其實是國務院2015年的時候提出的 第一次提出 所以其實我們的創始人曹家泰先生和我們合夥人唐啟波先生 在這個概念出現的第二年創立了國碧大灣區 我們最初以香港為基地 最初是一個小的辦公室 我們還是一個 shared辦公室 這樣開始 我們也慢慢看到 在政策上 內地的政策對於發展大灣區 是有增無減的力度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也在這麼多年內 促進香港市民去到內地發展和創業的機會 所以我們看到科技、人才、創新交流這方面 給了初創很大的機會 所以我們現時管理的當中 包括有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 以及AEF大灣區創業基金 之後我們的團隊也擴展到深圳、廣州這兩個地方 深圳大家知道是一個很多科技公司的城市 廣州也是一個有很多產業抵運的城市 所以我們都在那裡落地生根 有我們的團隊和辦公室 多謝Mirenda 連同你們的投資策略和區域 擴展到大灣區也提及了 WISE 以坊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企業 投資人可以投資 今次你介紹溫博士 今次來到Miles 是否這間公司有些特別的因素 有的 當然它是一個 現在業界挺有名氣的一個初創企業 現在都有一定很大的規模 不如我們請溫博士Miles 介紹一下有光科技這間公司 以及它從香港的初創如何走到大灣區 不如讓Miles介紹一下 Thank you Wesley 大家好是Miles 我們的公司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公司之前 我和另外一個co-founder 就是Professor Victor Lee 我們之前是廣大做Research的 2015年 我們覺得是 那時候在政府開始在香港推創科創業 我們就說 我們想將我們大學的科技 由大學實驗室帶出來 去做產業 希望這些科技 不僅是我們可以在學界 令到人知道我們有做好事 亦都可以真實落地幫助企業 我們這些科技 我們一向都是研究人工智能 我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 我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 他突然間好像很緊張 他沒有提到一些特別的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人 地點 人名 或者某些特別的事件 當我們很多時候分析大量 就可以將這些做不同的insert 我們過去幾年的發展 就是有早期純粹做科技 我們是一間純科技公司 我們最初期的時候 純粹是一個我們有科技 我們想玩一個好應用場景 我們早年就開始 主要是做一些 Customer Service相關的 其實香港 我想香港是 成功出街的 chatbot 現在就不是很流行 但香港其實第一個 出街是我們做的 我們幫CLP 是2016年就上了 這個是早前 香港大家也知道 什麼是chatbot 後來我們慢慢再 不斷地involve 我們的科技 以及不斷地探索 還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我們現在就 後來發現 其實金融合規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應用場景 這些涉及到 很多對於銀行來說 他確保一些bankers 和一些市民去買賣的時候 幫你賣東西 賣東西給你的時候 他又跟足我們的金管要求 他又說要講足 一些風險批路給你 然後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說的 譬如你不會給一些 虛假的訊息 或者不真實的訊息 或者是有到你去買東西 這些東西 雖然銀行其實 會有一些合規部門的同事 就按了他們去抄養 第一件事 其實那些bankers和人聊天 一定會錄音 然後有同事會抄養來聽 那找人聽 抄養是抄2-3%的東西 那就不是很足夠 而且搞不搞會出現一些事故 會導致到一些行政上 或者是regulatory上的行動 導致可能會發款 或者其他一些懲罰 所以這件事我們後面發現 其實這些情況這些工作 是很適合用AI來做的 我們現在有幫很多行 就是我們的Machine 幫他聽這些消授的錄音 或者trading的錄音 然後幫他detect 如果這是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說是消授錄音 有什麼意思是有買賣的 有買賣先 還是說是聊天 如果有買賣的話 他在賣什麼東西 他有沒有賣這個product 我們依靠銀行的要求 你應該講的information 有沒有講足 你有沒有講一些 不應該講的東西 我們從而幫銀行 給個feedback 其實可能你今天有交易 就有些風險 你可能找個同事 找市民追回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一個主要的業務 我們現在這幾年發展 除了香港之外 慢慢向大溫區滲透 也開始向很多東南馬 和歐洲的地方 這個很厲害 我看到現在很多大企 都說自然語言系統 大模型小模型 已經成為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我也想追問溫博士 比如說你們的優勢 剛才說完由你16年開始做track box 到現在做金融合規 這個比較新的應用場景 接下來是否還有很多 不同的路線可以做到 是的 科技發展 我們對普通市民來說 好像突然間大模型 突然間很火爆 半年時間 但其實我們真正做這個行業 科技從來都不是說 一夜之間一天才發生 都是一個很漫長的 逆跡如雷的過程 舉例大模型 現在說大模型 有幾百個參數 有大模型 但如果十年前 那些算力不夠 當時你整個神經網絡 你說我有100萬的參數 很大的模型 以前是這麼說 五年前你說說一億 很大的模型 現在說幾百億 這件事是慢慢變大 是一個科技慢慢進步的過程 其實跟我們做很多的應用場景 為什麼我們最初是做這些check bar 後來做金融合規呢 因為其實除了科技不斷進步 我們整個科技是對不同場景的精準程度 和可靠性是不斷提升的 其實每一種應用場景 其實都有我們基本的acceptance 就是這種場景之下 我最基本要求的是選擇幾種球 這些東西就是隨著時間發展 科技去到慢慢越高 就會發展到新的應用場景出來 這時候我們CIO姐一會 回來再聊 休息回來 我們首先很感謝Miles 為我們分析了她的有關科技這間公司 這幾年的發展 發展得非常迅速 我們現在不如問一下Mirenda 作為一個投資方 亦你是一個金融合規的總監 你怎麼看由投資方去協助企業 找到他們的發展機會呢 我講一講其實合規或者compliance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這種role是做什麼 其實都是一個相對防守 可能在足球場上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守龍門的角色 我的職責當然除了說 我們要保證Gobi 作為一個證監會持牌的機構 去做資產管理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做的事都是合法合規 而且在基金的角度 我們需要確保我們合乎監本機構 或者投資者對我們申報的要求 或者報表 其實在投資方面 很多時候投資團隊去做投資的決策 我們都是一個防守的角色 盡量去減少他們去踩雷的機會 一些風險 我們會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我們會做一些founders的背景調查 我們會看看是否我們所投資的標的 是否適合我們正在看的基金 有沒有一些利益披露的情況需要去做 或者是ESG我們經常都說 會不會有一些web flags 我們可能看到投資的公司 會不會在ESG方面 有一些可以進步的空間 我們都會跟投資團隊去談一談 我想補充問 繼續問郭碧 這邊 我也想問問你 除了Miranda說合規的角度之外 作為一個投資人 你們如何去決定 或者去估算 上一節說到Miranda這間公司為例 走進不同的灣區發展的場景 你們如何估算這間公司的質量 我可能用另一個角色 就是投資者的身份 因為我是投資團隊那邊 以前很多香港公司說 我們做好香港市場 然後發展大灣區 發展東南亞 現在這個不符合主題 反而我們是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的格局要夠大 因為以一間公司為例 假設市場很容易摸到天花板 我們前期承受的風險 去到後面取得投資款 回來賺錢 其實相當困難 反而市場的空間夠寬闊 我們是更容易賺錢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提示 如果是增加融資的機會 或者大家成功的機會 第二就是投資者的背景 因為好像我們和有關科技合作為例 其實我們的股東陣容 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專業在裡面 除了創投基金 不同的集團 或者一些在行內很出名的人物 亦都可以協助公司 因為其實股東 董事局也可 其實大家同一個團隊 初創其實是一個人的生意 我們是要組織一班 很有心 相信科技的人去組隊 包括資金的配套 人力的網絡 包括我們商業發展的機會 去做introduction 這是我們去一些投前投後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不會創投基金 就說我們到處投資 到處買東西 都好像挺好 其實我們在投後 真的去到投資之後 怎樣去令公司做大做強 反而是我們另一個重點 而且比例是不少於我們前期投資的工作 講到投資 近來一個最熱的主題 當然一定是人工智能 亦都跟Miles的公司有多有關 不如你由你公司或者這個行業的角度 去分享一下近來最熱的人工智能這個話題 好啊 其實最近我覺得我們做AI是比較幸運的 早幾年來就有一陣很大的AI的狼潮 然後剛剛開始沒有那麼熱 轉身又來一個新的狼潮 這次的熱點比之前更厲害 當然如果說technically 剛剛之前說過 科技的進步就不是一二一發生的 是一個很長漫長的慢慢的進步 只不過可能突然間到了某一個tipping point 突然間有令人發現 原來科技可以這麼厲害 很多時候是一個tipping point 到了一個tipping point 而已 對於現在比較流行的ChatGPTR 或者主要大模型 從我們這行業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會令到我們 都是做開現在AI的application 但是這個大模型是可以令到我們 加了很多新的功能 新的features 可以做到更加多的coupage 還有輔助工作 當然這些AI科技並不是萬能的 所以很多小朋友問 將來是否不用讀書 將來出來沒有工作 並不是這樣的 AI始終是機械力 它沒有情感 沒有情緒 還有不會思想 你感覺它好像思想 其實它會找一些information給你 它並不是自己的獨立思想 還有很多時候 用AI給一些information出來 很大機會是錯的 可能是一些collucination 可能是並不準確 可能是某些人在別處寫出來 拿出來給你看 其實是另一個人的思想 第二人對於這些判斷非常好 如果判斷不好 其實就會變得你做出來的事情是錯的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做合規 我們這一行都會用到很多大模型 例如做一些錄音的判斷 對一些殘述的說話 合規性 合理性的判斷 這些事情很多時候 Machine判斷完之後 一定會找人去看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一樣 就是我們人類社會的legal system AI都並不是一個可以承受 法律責任的人 它是entity 它不明白是一個entity 人就可以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是一些很high state的工作 那你AI判斷員 都會找人在網 如果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那最後背著一個雜人 是需要人來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覺得這個狼朝 整個industry 我看來的方向 比較都會在科技 怎樣和education 和legal system 做一個更加好的結合 因為現在就去到一個點 就是大模型 這些大模型的技術 已經是過風過面 人人都會開始用 人人都開始懂 這些情況之下 社會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就是接下來的一個大的趨勢 我們要整個社會一起去分析 謝謝 Miles說了很多場景 以及公司發展 也有很多應用層面 可以做到 Miles和Fred 可以補充說 實際地都要看社會 或者資金 對於這間行業 這間公司的熱衷程度 例如以融資角度來看 例如Miles 你說的大模型小模型的 語言柱系統 現在吃著最大的tipping point 你覺得 是否這段時間 最能夠吸引資金 但可持續性 他們的資金層面看 會不會是周期長還是短 你的看法是怎樣 再找Fred 補充一下 好 作為一個企業家 最初是企業家 都用過很多的論資 第一件事 我覺得 融資始終是 永遠都是一個很難的事 我會說 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事情 在你的生意的生活中 為什麼呢 你想想想 你找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你跟他 你給幾百萬出來玩一下 你做這件事是很難的 這件事是需要考驗你本身的 設計功利 還有你以後 有什麼牌子拿出來 如何證明 這件事是非常難的 AI是流行的 只不過是多人看 但它多人看 不代表你得到錢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有什麼巧妙呢 我覺得 巧妙是沒有什麼特別巧妙的 但我覺得這個始終 比較多 就是Dependent公司的Stage 早期的時候 就比較多看那個從事人 你是一個Founder 你有沒有一個Dedication 你有沒有一個一定的 你跟別人說的做得到 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你如何證明你做得到 你有沒有一個隊員的Background 然後你做過什麼 你有沒有被人看到 可不可以被人看到 Initial Attraction 這些就是早期的證明 你是自己 或是Initial團隊 中後期 主要是看你公司的業績 例如舉例 現在早期公司 你說我可以做這些科技 將來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如果你真的 你自己夠強的 可能能說到人 但到中後期 你再說這些就不行了 中後期的人說 你給數目就看看 有什麼數目呢 真的要實質有些技術出來 有些成績出來 有些成績 有什麼形容 我們很多時候 我這種就算是一個 Academia創業的 這些做學 Academia創業 通常容易犯錯 我自己也犯過這些錯 就是以為科技很厲害 天下無地 人們就跪下給錢 並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科技落地 需要場景 需要application 人們需要application 你要找到好的設入點 這些我看到 我們以前走過很多冤枉路 和彎路 都是這些 其實我們都以為這個場景 即時可能這個場景是好的 但是科技還未準備好 那又會失敗 或者即時這個場景是好的 但其實並不是人們會給錢 那些場景 也會失敗 我覺得 慢慢把這些 收理清楚之後 就可以融資了 給錢方 作為小總結 阿Fred 如果說了這麼多故事 也有很多挑戰 阿Fred 你作為一個給錢的人去看 這盤生意是怎樣 可能我補充幾個觀點 可以幫助聽眾 第一就是 現在的基金 因為利率上升的環境 因為大家其實以為 上市前公司初創 是不需要理大市場 其實不是的 是相負相成 我們是其中的SS class 利率上升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到投資者 對於長期的財務執行力的回報 換句話說 以前可能純科技 都可能拿到這些錢 但現在都會說 一個生意模式 或者盈利模式 如何做到 第二 有個好消息 可能我會看到市場上 當我在前線 去見不同公司 或者投資人的時候 其實是更多資金 來到大灣區 進行投資 甚至香港公司 這件事是以前不會發生的 因為以前我也是在中國 做私募基金 但當時大家看到香港公司 可能會相對沒有優先考慮 但現在反過來 會經常在香港的活動 看到大量的國內基金 去找不同的項目 這也是配合香港政府 投資的策略 接下來我們香港投資公司成立 香港未來基金的成立 其實會更加多的資金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開始會進入這個資金池 所以大家可以千萬留意 拭目以待 時間的關係 我只可以經過這麼多 再次感謝Miles Mirenda 還有Fred 當然有WISE 我們下次再談 多謝GD Thank you 多謝